你好 王源 這次是第二次來聯合國演講 但是身分是不一樣的 你有不同的感受嗎 其實這一次 比上次更 有信心 沒有那麼緊張了 更放鬆了 因為之前來過一次 也大概熟悉該怎麼樣演講 這一次來準備的也 比上次充分很多 所以說也挺有信心的 也很開心 你做了什麼準備 就是找了專門的 歪教揪口語 然後對稿子 那 作為史上最小的 前年教育大師 不會自覺自己的責任特別聽到嗎 有一點吧 就是 畢竟給了我這麼重一個 頭銜身份自己還是得 努力的擔當起來 自己還是得 把這份責任 把這份責任扛在肩上 還是得努力扛起來 所以有一點點壓力 你剛才說是外教教你英語 那你現在參加這麼多國際的活動 就是英語的部分是 都是外教負責的嗎 還是自己有什麼 其他的部分 就是自己也得學 然後找外教的話 是因為口音可能比較地道吧 因為這個英語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說也得好好學一下 好 你上次剛去挪威 去了中澳會做什麼 你上次剛去挪威 那次其實主要是去拍MV 然後見證了挪威很漂亮的風光 然後MV拍得也很滿意 好像當地有一個就是 掀起了一下網民的熱潮 就是有什麼網民專門的流線 那我倒是不太不太清楚 反正很漂亮 然後 上次我們在微博上看到一個 紅果的視頻 就是你在爽那個金箍棒的時候 對 然後後面你們有什麼交流嗎 就是因為是一起上網牌對網牌那個節目 那節目是第一期播 然後後來在台上 在台下也跟老師接觸了 覺得老師人非常的好 就是對待 對待侯汐 對待中國的經典 對他的那種傳承 那種熱愛的精神 是值得我們後背去學習的 您知道我們還讀書嗎 會有什麼智慧 有什麼小讀者嗎 沒有沒有沒有 拿著玩著 那平常是熱中網 怎麼在 怎麼利用顯卡的時間去 學習啊 讀書啊 我現在讀書還發現一個蠻好的軟件 就是 他有人跟你講 像講故事一樣 你就點著放著就行了 然後在耳邊聽 就不用專門的花時間去看著書 你邊聽的時候還可以做其他事情 嗯 嗯 那個 你的個人單曲 寶貝嘛 然後就是把所有的 所有的專門的零基金 對 就是你不管是音樂方面 還是你做的這種 鼓動 比方說到零多國來 當那個教育大使 就是 對你現在這種 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影響別人 嗯 就是你想傳遞一個什麼樣的 信息給同名人 或者是給 大眾 哦 我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我首先自己 做這些事情是自己想做的 就是說 首先是因為現在也是一個公眾人物 有很多人看著我 嗯 雖然年紀小 但是我覺得 我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 幫助到別人 或者讓更多的人知道 有人需要幫助 有一些問題的存在 這個是我想傳達給大眾的 當然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和 粉絲和大眾的關注 來幫助到更多的人這樣 嗯 傳達一種正能量吧 嗯 好的 呃 您不常為導演合作的 就是 強然的主題曲 嗯 當那首歌是你自己創作的 嗯 對 有沒有當面 聊天和合作有什麼 呃 就是聊了 我也電影我也看了 就是導演他對待電影 對待音樂 對待他的作品 都是很認真的 他跟我講了他的想法 然後 把我之前寫的一首歌 《因為遇見你》 重新的編曲 然後 重新填詞 嗯 推出了一個新版的 新版的歌曲 然後作為電影的片尾曲 嗯 那我們再多聊一下音樂的部分吧 就是 呃之前推出的幾首單曲 都是走了 創作之前 嗯 那你接下來的一些作品和專輯 能跟大家介紹一下風格 然後 是不是還是先去創作 嗯 就是今年 呃會發挺多歌的 然後會慢慢的 文維到來的發 但是 其實 沒有限於 只是自己創作 因為其實自己功力也就 在那兒也就 沒有那麼好 嗯 就創作只是一點點的 自己心裡的想法 想要一點點進步 然後 今年會有自己寫的歌 也會有收來的其他的 好聽的歌曲 反正就是 呃 自己非常滿意的歌曲吧 然後 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嗯 那音樂創作方面 有沒有像誰去請教過 比方順記 然後跟姐姐 嗯 呃 討論過創作啊 什麼的 比較想跟誰請教 這種創作創作 我創作 其實我覺得這個 事情 嗯 就是 如果指向一個人請教 反而倒是不好 呃 我和姐姐哥還挺熟的 有時候也一起玩 然後也會問他一些關於音樂方面的問題 呃 但是我覺得創作 首先是 首先是自己得努力吧 自己 好好的學 然後 跟更多的人交流 可以學到更多不同的 嗯 有意思的點啊 有意思的創意 嗯 2018年在音樂方面 想做一些什麼 希望 或者是對歌迷 有一些什麼 作品 嗯 2018年還是希望努力的 看能不能出一張專輯吧 嗯嗯